一个要身材没身材 要脸蛋没脸蛋的小姑娘 是靠什么拿下我老公的 就凭她比我年轻 我是个全职家庭主妇 大学毕业就结了婚 婚后生活还算幸福 儿女出生后有公公婆婆帮忙照顾 老公脾气温和 也没有吵架的烦恼 结婚十年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结果我很快被打脸了 发现老公梦凡出轨时候 女儿已经小学三年级 儿子则刚进幼儿园 察觉她不对劲的源头 来自于她身上沐浴露的味道 由于工作的需要 他们公司的员工 每周都会轮流到厂区流水线职业班 为此公司特地为他们配备了公共浴室 然而那天孟凡职业班 一直到中午也没回来 平时都是雷打不动 早上八点准时到家 我担心她出什么事 当即打去电话 电话里孟凡的声音很嘶哑 像是刚睡醒 老婆我马上就回来 昨晚忘关空调 吹得头疼 在办公室趴了会儿 我压根没想过其他原因 很是心疼地关心了她两句后 挂了电话就去把感冒药找好 又烧开了水温着等她回来 孟凡一个小时后到家 看她满脸疲惫的样子 我赶忙端水拿药送到她跟前 满肚子的安抚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就嗅到了她身上的香味 香味跟往常的明显不同 是一种淡淡的甜腻 专属女人的沐浴露香味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并没有急着质问孟凡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当天趁她在家睡觉时 去了一趟她们厂区 跟宝洁阿姨打听了一番 得到答案后 我满心忐忑 孟凡的女同事 我都认识 都是已婚四五十岁的女人 基本没人会用这种 年轻女孩才用的沐浴露 我心底怀疑 却也清楚 单纯只是一个沐浴露香味的话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回到家后 我借口大扫除 将所有房间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 企图发现点蛛丝马迹 还真被我发现了 她西装口袋里的彩色打火机 上面印的logo是隔壁式的一处欢乐谷 孟凡上周说 她是独自去出差 显然不可能有闲心去欢乐谷游玩 她肯定是和别人一起去的 这个别人是谁 我第一念头怀疑的就是他们公司的人 首先孟凡工作态度严谨 绝对不会无故矿工 她职业班时间是到早上七点结束 到家时间和平时一样 只花费一小时 说明她肯定还是在厂区 这期间她最有可能待在哪 他们厂区附近根本没什么酒店 能待的只有员工宿舍 我很快确定了怀疑对象的条件 年轻 住在员工宿舍 我拿到孟凡手机 翻了她部门微信群 聊天记录里显示 上周除了孟凡出差 其他人都在公司 我几乎都要排除了和孟凡一起去欢乐谷的 是他们公司的人 不过为了彻底放心 我还是有主意翻了她所有同事朋友圈 结果发现上周那个时间段 有一个人晒出了欢乐谷票根 是个应届毕业实习生 叫李月月 没有转正 因此还没进他们公司部门微信群 实习生平时只是做些杂物 公司哪个部门需要帮手 实习生就会被叫过去帮忙 客厅里孟凡正在陪儿子玩 我看着她和李月月空白一片的微信对话框 强忍着怒气把手机放回原位 避免被她察觉到端倪 我走回房间 站在失忆镜前 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 直到眼睛不知不觉变得酸胀 我也没想明白到底为什么 李月月我见过不止一次 客观来讲 无论是身材还是外貌 我都不差 我没觉得我输在哪 然而孟凡还是没管住她自己 那我就是输了 当时的我 心底还怀有一丝希望 妄想一切只是我的多疑 只是个巧合的误会 为了真正实锤 我找朋友要了一张KTV消费券 转送给孟凡同事的老婆 她同事最喜欢唱歌 下班后时常约孟凡几人去KTV唱歌 每次去都会录很多个视频上传抖音 当晚我守在楼下咖啡馆 不多时 果然刷到了她同事上传的视频 里面紧紧抱在一起 一闪而过的两个人 正是孟凡和李月月 我脑子里的闲瞬间就崩了 大概是发表后 其他人也注意到那两人入境 视频很快被删除 这意味着什么 孟凡身边的人 都知道孟凡出轨的事 甚至帮她打掩护 我的脸仿佛被打了一巴掌 火辣辣的感觉直击大脑 我手脚冰凉如同提线木偶般 一步一挪 挪到KTV电梯门口 望着不断跳动的数字 我觉得我就是个小丑 二 气氛过后 我一场冷静 冷静到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甚至是笑着推开了包间门 里面所有人视线 瞬间全投射过来 眼里全是惊恶 孟凡十分不自在地从李月身边离开 走到我面前 眼神闪烁 心虚地问我怎么来了 我脸上笑容僵硬至极 死死握住袖子里颤抖的双手 装作没看到他们的视频 爸妈带小宝他们出去玩了 我一个人在家无聊 怎么 不希望我来啊 孟凡肉眼可见地松懈下来 笑着接过我的胯包 凑上钱了 吻了吻我的额头 才牵着我的手入座 周围人健壮 十分配合地起哄 凡哥又开始秀爱 吓了吓了 让他们小两口打情骂俏去 我们别管他们了 我看着这群人的嘴脸 只觉得恶心 几乎是一步一顿走进去 孟凡一直陪在我旁边 我看见他的脸 就觉得内心火气腾腾直上 打发他去跟其他人喝酒唱歌 孟凡再三确认我没生气 也没什么不对劲后 才转去旁边跟其他人聊天玩乐 我还没能静下心 好好整理思绪 李月月倒是大着胆子凑上来 雨笑奄然地给我倒酒 紧接着厚脸皮的一个卷公为我 一会儿说 嫂子皮肤真好啊 怎么保养的 一会儿又说 嫂子衣服首饰真好看 我抢撑着跟她闲扯 我扫了一眼 她全身上下 一群鞋子都是她这个年龄阶段 女孩子 会选择的评价品牌 唯独她手上那个亮闪闪的手镯 一看就价值不菲 这个手镯把插在我心上的刀子 又推进去了几寸 之前孟凡陪我逛商场 我相中了这个手镯 大碍于每天做家务 戴在手上不方便 也舍不得花那个冤枉钱 在孟凡问喜不喜欢的时候 我随口敷衍 小姑娘才喜欢这款 平时说的话 怎么也听不进去半句 现在为了别的女人 不过是随意的一句话 她就记下了 还马不停蹄 付诸行动 买来讨好人家 我胸口仿佛压了千金时 李月月却给了我一个 意味深长的笑 这手镯是我男朋友 非要送我的 我从她的笑容里 看出了赤裸裸的挑衅 我咬牙切齿 面上继续装傻 心底却很是佩服李月月的不要脸 我压抑着扇她挤耳光的冲动 聊了一会儿后 借口回家照顾孩子 叫上孟凡离开了 回到家 看着一双儿女 低落的心情才有所回转 我望着眼前精心打理十年的家 要离婚吗 跨省远嫁 结婚十年 家里还是孟凡父母当家做主 房产 车子 存款 全在她父母手上 离了婚 我什么也得不到 不能保障孩子生活 甚至连争抢孩子的资格都没有 我不能离婚 但也不想被他们白恶心一场 第二天下午 去学校接到孩子后 我带着他们去了餐厅 我约了孟凡公司另外一个实习生林雨 她和李月月是同一起来的 宿舍就在李月月隔壁 其实之前有几次聚会 林雨是私下暗示过我好几次的 只是当时猪油蒙了心 愣是没反应过来 我没有直接开口让林雨帮我 毕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应该把其他人卷进来 林雨是个内向乖巧 且富有正义感的女孩子 我相信未来只要我需要 她肯定会出面帮我 我拉过两个孩子 大宝小宝 不是说要给姐姐回礼吗 两个孩子一个扭面 一个干脆的把带来的礼物和贺卡 递给了林雨 林雨一脸惊讶 不错所措的望着我 我笑着解释 之前他们过生日 你送的礼物他们很喜欢 非要亲手制作贺卡 准备礼物送给你 林雨笑容真挚的摸了摸 两个孩子的额头 又深吸了口气 做了很长时间心理准备 似乎要把堵在心中的不快 全宣泄出来 姐 关于你老公 我有件事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三 从林雨口中 我得知了李月月 接近孟凡的目的 我简直被气笑了 李月月一是因为想追求刺激感 二是因为她想要转正留下来 林雨告诉我 李月月的业务能力很差 但她非常想在这家公司留下 能决定她去留的 自然是部门经理 孟凡所在的部门经理 三个月前辞职了 新的部门经理将会在孟凡和另一个同事间二选一 而孟凡资历比另外一个长 八九不离时会是孟凡上任部门经理 李月月正是知晓这一点 才会开始撩拨勾引孟凡 我是真没想到 会遇到李月月这般嚣张的小三 每当想到她为了她那些个理由 肆无忌惮破坏别人婚姻 我就气得牙痒 恨不得手撕了她 同时更愤恨孟凡 轻而易举把我们十年的夫妻感情践踏在地 林宇看我气得浑身发抖 忙不迭安慰我 姐你别难过 他们不知道 别气坏了身体 你得让他们去痛苦 我压抑着情绪 林宇说的没错 我仔细向她打听了李月月的一些个人信息 林宇把知道的都告诉我后 又翻出手机递给了我 姐这是我暗中顺着她的日常 找到的她微博 希望能帮到你 李月月居然还是个美妆博主 微博里上传的照片 肤白貌美大长腿 我回想她本人 又耳又胖 满脸斗印斗坑 真是屁的根本就是换了个人 看她近期微博的走势 是要开始打造附加千金人设了 只可惜能支撑她凹人设的物品太少 目前就晒出了孟凡送的镯子 我浏览了她微博 发现李月月是真的嚣张 竟敢把和孟凡一起的日常分享在上面 无所顾忌的大秀恩爱 其中一条正是上周他们一起去欢乐谷那天 她晒了票根 还晒出两人食指紧握的照片 男方手指修长匀衬 女方手背嫩白细腻 乍一看令人引出无限俊男美女的遐想 我关闭图片 心里想的居然是 对亏李月月学画画出身 全身上下就那双手能看 不然哪怕多露一截手臂 她都得人设翻车 我告别了林宇 回去路上冷静分析着 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刚到家我就收到孟凡发来的短信 说是跟同事换夜班 今晚不回来了 我冷笑看着短信 微博关注的李月月谈跳出最新推送 李月月新微博 配图是迈向精致的四菜一汤 M某人做的晚饭 绝对的大厨水准啊 上一次孟凡给我做饭 还是大学在一起时 我栏尾手术后躺在宿舍静养 她借宿舍楼的公共厨房 边往上搜教程学习 边实践操作 就那样给我做了整整一周早午晚餐 我清晰记得很难吃 十年时间 她厨艺进步了 我却没能再尝过 物飞人也飞 心里百感交集 最多的还是凄凉 我下定了决心不会让他们好过 去书房打开了孟凡的笔记本电脑 我知道孟凡有个习惯 重要的文件信息会放在邮件里 我登录了孟凡邮箱 发件箱收件箱记录足足三千多条 我点开了最近一封邮件 邮件里面的内容令我无比震惊 却也让我想到了一个绝妙报复他们的计划 既然李月月这么想靠孟凡转正留下来 那我就帮她一把 顺便帮她的网红事业 添砖加娃 我点开微信 找到孟凡公司老总的侄子赵成 孟凡脾气是出了名的好 不管什么类型的人 她都能八面玲珑应对得体 因此我也积攒了不少人脉 她公司里上到老总夫人 下到老总三亲六亲 我多少都有交集对话框里和赵成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半年前 赵成一直想来公司上班 奈何他就是一个暴脾气混子 老总一直推托说没有合适他的岗位 赵成也不死心的非要到基层干 最后只坚持了三天就跑路了 在公司十多个部门里 孟凡所在部门是最清闲的 算得上是公司的养老部门 赵成一直想来这个部门浑水摸鱼 因此赵成私下没少向我打听消息 我给赵成发了消息 告诉了他部门经理位置空缺 赵成很快打过电话来 声音高兴至极 妹子太谢谢你了 我明天回城 你得把时间空出来 我必须请你吃饭 我笑着应下他 结束通话后 又回复李月月发来的邀约消息 自从上次KTV时 他许事料定了 我不敢跟孟凡离婚 他看我就像是看软柿子好拿捏般 每天跟我谈论他的男朋友 甚至隔三差五约我 陪他去给他的男朋友挑选衣服礼物 我自然是拒绝的 这次不用拒绝了 我想他很快就会投入其他事情 再没时间来我面前刷优越感了 四 第二天 我和李月月逛了一圈后 事实接到赵承电话 我故意压低了声音 这么快就到了 我这还有朋友呢 他可是公司聘请的大学生 跟你这个搞空降 来当闲散经理的人可不一样 李月月眼神到处飘散 实则正聚精会神偷听我讲电话 我刚挂断电话 李月月就装作不经意的问我 姐 给谁打电话呢 怎么还提我一嘴啊 我故作为难的顿了一下 没谁 就之前的一个朋友 李月月显然不幸 脸上堆起笑容 态度180度大转变 变着法讨好我 见我迟迟不说 眼里的交集逐渐实质化 姐 你这就见外了 我来猜一下 是我们部门新经理吧 我叹了口气 满脸笑容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这是老总的一侄子 今天刚回程 要来公司上班 虽然他是有去你们部门的想法 不过我可不确定 李月月脸色明显僵硬了一瞬 但很快又恢复 对我软磨硬泡 让我带他去见见赵成 本就是要帮他牵线 自然是要让李月月得偿所愿的 会面之前 李月月特地换了个口红色系 和我在一起时是艳丽张扬的正红色 他涂上显得很清纯的色号 又把浓厚的眼影擦淡 甚至脱下了外套 露出他的事业线 我看着李月月在餐桌上 各种花样招式全使了出来 又是卖打又是撒娇的 我实在叹为观止 等我从洗手间再出来 李月月已经哄得赵成满面红光 乐不可知了 临走前 李月月自然是顺利搭上赵成的车离开了 瞧着他离开前是在必得的表情 我内心冷笑 不得不说李月月哄男人很有一套 不过一个星期 我就收到了赵成的消息 说是感谢我给他介绍了个这么听话乖巧的女朋友 赵成年纪比孟凡大 还因家暴离过两次婚 秃顶大度等一切中年人的特点 他都有 我原本以为李月月面对赵成 也就吊灼而已 是真没想到李月月动作那么利落之介 他真是无论什么类型的男人都能下口 李月月那边跟赵成打得火热 孟凡这边便是被冷落了下来 每天按时下班回家 还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模样 坐在沙发里 端着手机不停发消息 不用想也知道是发给谁 看孟凡仿佛青春少年失恋的模样 内心只感到恶心 我也没忘记给他泼盆冷水 老公 月月换男朋友了 他这新男友 居然是老总侄子赵成 孟凡猛然抬头朝我看过来 随即意识到自己失态 又相当刻意地低下头假装完手机 漫不经心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 看他都快坐立不安了 演技太差 过段时间不是月月生日吗 赵成要给他操办 这不 问我意见来了 也不知道月月怎么想的 那么年轻一个女孩子 竟然看上赵成了 孟凡虽然面上不显 但我和他在一起14年之久 怎么看不出来 他此刻早就在爆发的边缘了 李月月的生日宴 他注定是高兴不起来的 公司的任命时间 和我从老总夫人那打听到的差不多 李月月生日前一周 孟凡正式成为了部门经理 我在部门为孟凡举办的宴会上 接受着其他员工的恭喜祝贺 目光扫过李月月愤恨的眼神 心里流过一丝快意 报复李月月和孟凡 这才只是个开始 无 会客厅外的角落里 李月月哭得伤心欲绝 满脸泪痕 一个劲往孟凡身上贴 整个人恨不得盘上去 孟凡虽说一米八的身高 可他小戏胳膊小戏腿 他们纠缠在一块 像挤了筷子馒头组合 滑稽至极 林宇躲在他们旁边的盆栽后面 手机举着相机 正对他们二人 看林宇拍得差不多了 我才慢悠悠晃过去 提高嗓音 试图唤醒稳得难舍难分的二人 孟凡动作迅速把李月月推开 又三走到我身边 我一见他 瞬间变脸 冲上去扯着他的白色衣领 上面满是口红印 里面那人是谁 孟凡你敢背着我找小三 孟凡神色慌乱 连忙解释 是李月月 他喝过多 我扶他出来时候 不小心蹭上了 老婆 我就算找小三 也不会找李月月那一款啊 这话真是给我听笑了 我也没拆穿 假装信了他的话 并言辞警告了一番 经过这次敲打 孟凡一个月没敢太过放肆 他的态度转变那么快 李月月又开始慌了 马上就是实习生考核 抓不稳孟凡的话 他就得走人了 至于赵诚 根本靠不住 他在公司里压根没有话语权 唯一有用的就只是赵诚有家底 李月月每天上班下班 持续不停给孟凡发消息打电话 我几次假装无意碰见他 他都是一副泪眼汪汪 我见油帘的模样 李月月也确实没让我失望 这边天天死缠烂打 挽回孟凡 那边对待赵诚也殷勤得很 脚踩两只船的戏码 他算是完全拿捏了 他要是放弃了其中一边 我接下来的要送他的礼物 还就什么意思了 赵诚被李月月迷得晕头转向 真以为遇到真爱了 各种奢侈品首饰礼物 高奢服装 不要钱式的疯狂给李月月砸 轰轰烈烈到整个公司的人 都知道他们俩在谈恋爱 当然公司里有部分人 也都知道李月月和孟凡有一腿 只不过他们只管吃瓜看戏 压根没人戳破这层关系 直到赵诚给我发来几条语音消息 说他要求婚 让我帮忙 我知道时机到了 我确实挺佩服李月月 前后不过两个月时间 就让这个中年男人 心甘情愿要娶他 我甚至怀疑李月月是不是对他下鼓了 我把林宇一个月来 收集的李月月和孟凡的证据打包 其中就包括他们在员工宿舍里的音频文件 宿舍隔音很差 即使是隔着一堵墙录下来的 各种和谐暧昧声音也清晰无比 他俩如此肆无忌惮 我也就不需要手下留情了 我匿名将文件带悄悄寄到了赵诚家 文件带上午刚送出去 下午赵诚就怒火冲天打上门去 踹开办公室的门 冲上去就揪着孟凡一顿揍 孟凡不敢轻易还手 赵诚在混也是老总侄子 他们之间也就成了孟凡单方面挨揍 赵诚揍完孟凡 又去打李月月 他扯着李月月的头发 巴掌一下借一下落在他脸上 李月月哀嚎哭喊啄想挣扎 但无济于事 反而迎来赵诚更狂风骤雨般的击打 最后被赵诚一脚踹在地上 他脸色煞白 伤痕累累呆坐在地 也许是他的本性大家都心知肚明 也许是平时工作里行事作风 得罪不少人 周围他的同事 每一个上去帮他 甚至大多都在举着手机录像看热闹 赵诚做完这两人 还不解气 接着就将他们的照片视频 散布在公司群里 朋友圈里 实名挂李月月和孟凡 当天照成打人的视频 甚至被传到网上 引来了不少吃瓜群众 一时间各种标签打在李月月身上 至于公司几乎是在他们关系败露的第一时间 就火速辞退了李月月 李月月心理素质那可是足够强大的 当初能面不改色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勾引孟凡 又怎么会因为这种程度的曝光而感到害怕 还差一点 我还没把李月月逼到崩溃 只有到了穷途末路 人才会摒弃一切破釜沉舟 六 我作为整个事件的受害者 找到了李月月 她还光明正大 住在员工宿舍 死皮赖脸 根本赶不走 我站在门口看她 她手里拿着口红 手法娴熟的化妆 心情看起来不错 似乎周围一切压根影响不到她 我端着手机 质问她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 你怎么能这么做 李月月态度极其不屑 你自己看不住男人怪谁 孟凡要是真爱你 也不会我随便聊拨一下 她就乖乖来我身边 我假意伤伤心欲绝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月月想都没想 直接开口 我进公司第一天就看上她了 我表现得万般难受 这让李月月优越感越发强烈 事无巨细 开始跟我秀她和孟凡 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你跟孟凡离婚吧 我现在工作丢了 我要她养我 她肯定会跟我结婚 看在你以前对我不错的份上 劝你自己退出 我长舒了一口气 收起了先前的悲痛 转了转她的宿舍 敲了一下补光灯 大网红 你说要是你粉丝 见到真实的你 会是什么心情 李月月看向我的目光 煞时就变了 她几乎是月身跳起 冲到我面前 张牙舞爪 歇斯底里吼叫质问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后退到门外 远离她 淡淡笑了下 反问 查你很难吗 李月月红着眼 恨不得杀了我似的 我将手机切换到微博界面 打开了她的微博 有了赵成的财力支持 李月月的附加千金人设 算是打造成功了 她微博里各种奢侈品 层出不穷 已经圈了十几万粉 她每条微博下 都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夸奖 夸她又美又大方的 夸她真是不做作的 夸她吊打其他卖人设网红的 总之 这些夸奖令她整个人都飘飘然 已然真正将自己定位在了 网络上 网友口中的人设上 也正因此在事情败露后 她仍然能对周边人和事 如此不屑一顾 毕竟在她眼里 自己或许跟身边的人 早就不在一个档次层面了 网络上完美人设的她 是李月月的后盾 也是李月月的底线 李月月见我半个眼神不给她 只是边翻着微博 边意味深长地评价着 她的每一条网友留言 眼里的光 逐渐从气氛变成哀求 我晃了晃手机 你微博里的M就是孟凡吧 你晒出来的这个手镯 我认识 家里还有孟凡购买的收据 李月月声泪俱下 跪坐在地 姐 手镯我还给你 所有从孟凡那拿的东西 我都还你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离开 再也不会去纠缠孟凡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原谅我 我冷笑一声 继续刺激她 你当初明知道孟凡有妻子 有儿女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你做的事会对不起别人呢 面对我的铁石心肠 李月月彻底崩溃了 卑微的再三保证 卑微的求原谅 她跪在我面前 头发凌乱 浑身怕得颤抖 姐 我可以给你钱 只求你千万别把事情说出去 我面无表情 按下了手机里的录音暂停键 心中尽是鄙夷 鳄鱼的眼泪不能信 我脑海里闪过李月月曾经的所作所为 我没察觉他们关系时 她就频繁在我面前示威 当众跟孟凡举止暧昧 知道我察觉后 更是大胆任意 明目张胆跟孟凡调情 临走前 我冷冰冰冰告诉她 对不起有用的话 那你等着我公开你之后 再来跟你说对不起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还有份大礼要送给李月月 七 对李月月说的在网上公开她一事 只不过是吓唬她的虚头 如果公开李月月的一切 让所有人为官 自然会是最好的报复 会有无数网友挥舞他们手中的键盘 常年磊月网爆李月月 李月月将受到无休止的谩骂 我并不想去做这样的柜子手 至于孟凡 到底是资历老的员工 公司只是让她休假两星期 风波平息再回去 见过李月月后 我什么也没做 在家里每天按部就班 带孩子做饭 我是孟凡做空气 完全当她不存在 她则是每天小心翼对待我 我做饭 她就抢着去做 我打扫卫生 她也抢着 孟凡一整套操作下来 让我无所事事会 我干脆把家务都让给她包揽 自己琢磨着出去找工作 孟凡的做小福低 却是令她父母万般不满 在又一次孟凡做好饭菜端上桌后 孟凡她爸形象威严 语气质地有声 你成天在家里做这些女人做的事 像个什么样子 孟凡大气不敢出 她出轨的事 她爸妈还不知道 她爸明着是在呵斥孟凡 实则是在敲打我 在他们眼里 男主外女主内才是正途 我也没打算帮孟凡 而是直接把事情摊开了说 孟凡出轨公司同事 被公司强制休假了 我看她也闲不住 家务才让给她做的 我说话语气充满忧怨不满 动作神态更是满满的嘲讽 以我对孟凡他爸的了解 大男子主义的他绝对受不了女人凌驾他儿子头上 对他儿子白脸色耍脾气的 见我这般作态 势必是要正家风的 孟凡他爸砰的一声拍在餐桌上 果然道 哪个男人不在外面沾染花花草草 他只要还回这个家 心就是在家里的 你跟他闹什么脾气 我听完气得一口气 显些没提上来 但还是装作温顺 乖巧硬喝道 爸说的对 我做的也不对 以后不会了 孟凡他爸看我如此是抬举 他自身的威严 顿时得到了莫大的认可 看向我的眼神甚是满意 随即调整枪头 去修理孟凡 等到孟凡立下保证 又向我诚恳真正认错后 孟凡他爸才开始对我进行怀柔政策 你是我们孟家认定的儿媳妇 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孟凡要再犯魂 我一定不会饶他 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就让他们再得意几天好了 孟凡即将为他出轨的行为 付出惨重代价 到时候孟凡他爸 估计再也不能有今天的一气指使了 我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笑着跟孟凡他爸表示 会跟孟凡重归于好 一切恢复常态 生活好似回到了以前 可在暴风雨到来前 预照往往正是平静 8 见李月月后的第一周 我从林雨那得知她已经收拾好行李 准备搬出员工宿舍了 整天捧头垢面 像个女鬼似的 显然是在等待我公开她的恐惧中 逐渐瓦解了内心防线 内心防线瓦解到一个度 人就会彻底疯狂 我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李月月 一天后的下午 我手机里开始收到大量陌生号码的短信 全是恶毒的谩骂 强烈的恶意冲破屏幕 攻击在我身上 我登上微博 点进李月月微博主页 在她置顶下的评论里 我看到有人挂了我的社交信息 而置顶的微博 配字是情真意切的道歉言论 配图是一张长图 长图内容是万字大作文 李月月先是自己公开了她弄虚假人设的事实 然后又利用家庭情况卖了一波惨 博取网友同情 最后开始转入她的正题 诉说她的悲惨职场遭遇 在李月月的字述中 她是一个无辜的小白脸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工作上又总被上司穿小鞋 不得已才想靠当网红赚钱 给家里减轻重坦 李月月直言 她之所以主动坦白 也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威胁 李月月说自己遭遇了职场性骚扰 被同事冠罪后性侵 并以此为威胁要求她做情人 这里李月月还特地强调表达了自己的悲痛 对方有妻儿 我一直把她当尊敬的大哥看待 没想到她居然会对我做这么残忍的事 我的世界观崩塌一地 接下来李月月解释了奢侈品由来 说是遇到了一个真正喜欢她的人 她对我真的很好 我们甚至在商议 准备结婚的 可我碍于上司的威胁 不敢轻易答应 我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 她知道了我和上司的事 我没来得及跟她解释 被她打的时候 我甚至感到解脱 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了 李月月的长篇大论至此才过一半 重头戏在于 她把矛头直指向了我 接到公司辞退后 我心如死灰 但生活总是要向前看 可我没想到 上司的老婆并不想放过我 她调查了我 知道了我是网红这件事 并要以此来报复我 她找上门说要公开我 下面顺理成章的 李月月把她的身份 完全转成了受害者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被性骚扰的是我 受害者明明是我 我却要被上司老婆百般羞辱 她还要毁了我的一切 李月月说到最后 向她的粉丝道歉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并留下一句相当暗示性的言论 我觉得生活失去了光芒 再看不到未来了 当天晚上 李月月又发了一条 我真的支撑不下去了 再见了 经过一个下午的酝酿 李月月那条自述微博 已经发酵地冲上了热搜榜 不少人都守在她微博下观望 她这条微博一发 网友自然猜测 李月月可能是要自杀 当即网上乱成一片 网友们发动了一切可利用资源 要解救李月月其中参与解救的网友 很快晒出了过程视频 视频中警察破门而入 李月月被送上救护车 这条视频直接占据了热搜榜一 骂骂骚扰我的电话短信更多了 到了凌晨两点 李月月再次登陆微博 对帮助她的人表示了感谢 我现在在医院 已经没事了 谢谢大家关心 也谢谢愿意原谅之前我犯的错误 我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至于伤害我的上司 我决定走法律途径 起诉她 我拿着手机 敲响了客房的门 孟凡一脸茫然望着我 我把手机里的内容对到了她面前 九 李月月控诉孟凡强暴 并提交了证据 警察来到家里时 孟凡父母当场崩溃 而孟凡本人已经吓到脸色惨白 眼神呆滞的随警察离开 因为网上的诸多关注 案件的审理备受重视 调查在快速进行中 只要李月月死药不放 孟凡姿势百口莫变的 我和孟凡父母到警局探视她 孟凡完全变了个样 胡子邋遢 眼里尽是惊慌失措 长时间的审问 让她面临崩溃 我假意掉了几滴眼泪 装作申请表示 老公 我相信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出证据证明你清白的 孟凡感激涕零 一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孟凡父母经此一事 从警局回来后 面对周围邻居指指点点 被气得病倒在床 而我一边在外他们儿子奔波 一边还毫无怨言照顾一家老小 他们也是感动至极 对我百般信任 孟凡他爸躺在床上脸色很难看 语气也变得温和讨好 儿媳啊 我们老了 也不懂孟凡的档子是怎么处理 家里只能靠你了 你一定要救救孟凡 说着把家里存折 房产证 车本等等财产全交给了我 你拿着这些 该打理打理 一定不能让孟凡坐牢啊 我连连安慰他们 保证一定不会让孟凡有事 我联系了林宇 电话里林宇告诉我 她已经联系上了李月月在学校的男友 还有在老家的对象 以及网上几个被她当提款机的男人 就等我行动了 我带着孩子去了李月月进的那家医院 找到了凌晨时急救她的医生护士 声泪俱下打听李月月的情况 几个女护士看我哭得凄惨 两个孩子也缩在一旁 于心不忍 悄悄拉我到一边 那个李月月根本就算不上自杀 再去晚一点 估计她自己就醒了 我们检查她为李安眠药成分根本没多少 顶多就是吃了两颗 我拉着护士连连感谢 离开医院后 我静止去了警察局 提交了早已准备好的证据 那是孟凡成为经理后 李月月死缠烂打倒贴的示好的视频 以及曾经领雨收集的他俩苟合的音频照片 再加上之前我上门质问时 李月月亲口承认勾引孟凡的音频 有了这些强力证据 案件结案 孟凡无罪释放 李月月则是因报假警被拘留 官方发出声明后 网上舆论自然也是瞬间一片倒 参与急救的医生护士 也纷纷出来发声证明 李月月当时服用的安眠药 成分很低 药量不大 网友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一切都只是李月月做的一场戏罢了 纯粹是拿网友当见识呢 当时网报我的那一批网友 接二连三发短信打电话来跟我道歉 网上如何谴责李月月 我已经没了兴趣 孟凡换了新工作 每天按时报备 包揽了家务 工资卡也交给了我 他父母甚至怕我无聊 让我拿家里存款去开间店 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开了一间奶茶店 开业当天 不少朋友都来了 以孟凡以前的同事也全都来了 每个人都送了不少礼金 祝贺我开业 并为之前隐瞒我的事情道歉 甚至是赵诚 对我被李月月欺骗一事 感同身受 奶茶店的地段能这么好 租金还这么便宜 赵诚在中间出了不少例 赵诚还私下告诉我 他马上就会接任孟凡之前的职位 当初隐瞒我们的那些个人 他一个不会放过 一定会好好修理他们一番 至于李月月 因为高手断掉的男人太多 以各种理由卷了别人不少钱 我拜托林宇找到的人 在得知全部真相后 都把李月月告上了法庭 要追回他们的钱 李月月也关闭了微博 彻底退出了他引以为傲的网红圈子 时 得知这个消息时 我正在家里拿孟凡笔记本办公 李宇跟我说完李月月被告事情后 很是唏嘘 李月月这波操作真是震惊到我了 他当初安分当小三背锅 然后换个地方生活工作不就行了 偏要那么自信作死 又是网上自己公开身份 又是编造职场性骚扰的 还自导自演自杀戏码 去报警闹这么一出 脑回路有够清奇的 我轻声笑了一句 可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他大概以为自己演的一出戏能成功 毕竟如果成功了 他可就一跃成为了大网红了 林宇又吐槽了李月月几句 最后压低声音问道 不过他提交的证据是怎么回事啊 之前警察来公司询问我们取证的时候 我听他们说 李月月提供的证据相当直接有力的 要不是姐你提前准备 他就真的赢了 我疑惑得很长一声 表示不知道 挂了电话后 孟凡急匆匆走进书房 他紧张地站在我旁边 盯着我操作电脑 饭做好了 吃完饭再工作 我盒下笔记本屏幕 起身离开 见他还站在原地 不是吃饭吗 你愣着干吗 孟凡故作镇定地坐下 我吃过了 想起有点工作 老板催着药 我处理一下 你快去吧 我冲他笑了笑 慢悠悠退出了书房 书房内 孟凡神色慌张 手下快递 按动着鼠标 匆匆操作着笔记本 想来 我曾经送给李月月的那份大礼 是被彻底送进垃圾站销毁了 只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能想到 看起来稳重温和的孟凡 背地里还有那样不为人知的一面呢 我曾经说